河马真是坚毅勇威啊 这只脚马只是想喝口水 就不小心被鳄鱼抓住了 而且还是两只 可怜的脚马被鳄鱼推着 马上就要被水淹没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河马一个猛冲 将鳄鱼冲得头晕目眩 脚马终于被封开 能够露出水面呼吸 河马这是路肩不平 拔刀相助吗 不只是鳄鱼 就连雄狮都不是河马的对手 这三只雄狮正在渡河 固然像看到什么危险 转头就想逃跑 镜头一转 原来是有只河马冲了过来 雄狮面对河马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被河马养得落荒而逃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养在动物园里的河马 性格就温和多了 这天女子来看河马的时候 居然直接往她嘴里放了个柠檬 在河马将嘴盒上的瞬间 柠檬汁喷射而出 直接把河马酸得怀疑人生 女子甚至还想再给她吃一个 委屈的河马转头就走 这一幕真是太搞笑了 而在这边 这只河马想要越狱 保安直接几个大嘴巴子上去 看起来手机还不小 这下脑瓜子嗡嗡的了吧